殷州署长林冠英为了华文教育和马华之间的口水战不断 昨天林冠英嘲讽马华在处理同考事项 永远只差一礼物 因此要送马华总会长廖忠来一辆轮椅 助对方赶快走完这段路 马华署理总会长魏家祥今天不甘示弱 回敬一本轮语给林冠英 因为他没有经过华校的洗礼 无法好好体会中华文化五千年的精髓 这本书叫做《论语》 那我就以这本书《论语》来回敬它 《论语》里头有很多的话是不错的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之 希望他能够有顿悟 更深的一层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 魏家祥表明 林冠英可以向助理请教其中意思 如果林冠英不嫌弃 他将在国会把论语展送给他 他也指出林冠英曾在五零五时 带着妻子在极乐寺落发 看似很有慧根 并跟佛教有缘 因此鼓励林冠英应该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我对于他送轮椅 这个做法呢 虽然我有点错愕 但是我只能说 需要轮椅的人还很多 我想他这份善心呢 能够把他捐到那些慈善机构 还有一些人真正的需要 如果他真的找不到人要的话 我们可以替他送到一些需要的人的手上 另外针对林冠英买院某个报章 时常刊登抹黑他的言论 为佳祥笑言 他用同个价钱买相同报纸 内容却大不同 因为他常看到林冠英批评 国阵和马华的新闻 八度空间邓颖会吉隆坡报导